有關伊朗與美國關係空前緊張 約翰遜表示不願看到軍事衝突 約翰遜表示 伊朗當局剝奪了人民正常的自由經濟、生活 約翰遜重申 必須制止伊朗擁有核武器 有關英國脫歐 約翰遜表示 英國脫歐後 將引領全球自由貿易事業 週一 美國官員組成的代表團抵達英國 試圖說服英國放棄在無機網絡中使用華為設備 約翰遜表示 將考慮國家安全 以及五眼聯盟合作再做決定 約翰遜還說 英國民眾應該獲得最好的技術 希望得到其他可供選擇的建議 新唐人記者李梅 張琪綜合報導 新唐人記者李梅 張琪維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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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張琪維